F.C.P.是一個什麼漫畫家 簡單說他是一個用藝術家心態去畫動蠻的人 他對於自己個人畫面的要求很高 如果我用導演去形容他 他是那些叫演員拍了二十多三十個帖 但也不知想要什麼 所以他出來後會有很多人給他一些效果和畫面經驗 而他自己也管理不到任何時間和速度和效率 你這個不是撿 你這個是套在上面重新畫一次 你不是當我傻嗎 你很介意別人批評你 我自己批評自己 至於馮展鵬的負面新聞比較多 大部份都是畫得不夠細緻 畫得粗糙、騙錢、欺騙資助金 有時網上的人都罵得很狠 求現代主義 後現代草稿主義 你完全接受不到之前的效果 接受不到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你是新畫風的 畫不完就畫不完一身 什麼畫風 你說最難的地方 其實一向都是分鏡 還有最主要是自己管理時間那件事 其實我和你合作過 或者我都認識了很久 其實我很肯定他做這件事 應該是什麼都沒有想過的 在短時間內做到一種東西 你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取捨 取捨這件事 我覺得包含了 放棄這件事 其實你選哪一部分去放棄 他純粹照他以前做事的步伐去做 所以出來後一定會畫不完 只不過我每一部分都選不到一個位置 我便變成畫不完 我已經跟他說好像不應該這樣 理論上應該拿回一些理性出來 就抑壓自己的感性 做得有效率一點 你做動漫你是會相信很多的 他竟然選了要用 因為我上年和他合作 我已經跟他說 記住要有效率 然後他突然跟我說對不起 我又慢了 我問為什麼 他說他對人物有了感情 你和我 我上次和你合作 其實我有害怕一件事 會不會真的吵架 例如呢 例如就是 我是很著重效率和成果 那好像有吵架嗎 都沒有 你太體諒我了 多謝你 因為他是我少數見 對分鏡是瘋迷執著的人 我通常會在分鏡上特別執著 如果整體整個漫畫的流程 或者每一個部分 我通常花在分鏡的時間 應該佔了整張稿的六成時間 所謂的圈告 通常會花10%時間 或者20%時間去做分鏡或者圈告 我覺得我應該對分鏡偏向執著 如果你沒有跟他做過事情 你就以為他真的畫了公仔 你以為他畫了兩筆就畫了出來 但其實他那兩筆 在後面可能畫了二百多筆 他不斷修改 而且有時他角度都會再改 整個畫都會重畫很多次 我好像有一兩次都畫了七次八次 不同角度 不同的格數排位 跨不跨板不跨板 他要畫到自己很滿意 他去到心裡想到畫面 他才肯收手的畫面 當大家展示那頁 可能幾秒鐘 十多秒的時間 但其實那一頁 他本身都需要花五時六時間 才畫出來 花多少時間 應該… 好像兩三張 起了一個星期 因為之前出了一本 我自己心目中 不是繼續完成到 未完成的版本 現在用了額外的時間 終於用了額外的時間 做到一本 完全是我心目中做出來的 希望… 因為第二期我都會繼續出 所以有興趣 如果有興趣 又未看過第一版本的人 都希望你們可以買來看看 一定會不會吧 真是的 再來一次 快點 我們來看看 兩個人